接下來假設 我們剛剛都是由右邊往左邊移嘛 那個是自動的用跑馬燈的方式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自己決定他怎麼動 自己決定他怎麼動的話 那我們一樣要先顯示文字 比如說 好一樣 但是在顯示之前 如果你之前裡面有舊的舊的數字 比如說這個不是點下去會顯示1嗎 那我如果要把它清掉的話 這裡有一個清空文字 就是把裡面的東西先清掉 通常我們在做顯示的時候會先清空 那你就是顯示了之後 顯示了之後我可以用手動的方式 去做左右移或上下移的動作 比如說我先讓他左移 左移 那連續 連續10次好了 20次好了 那每次等待0.1秒 0.1秒移一次這樣子 好 左移20次之後 我再 右移20次 好 那我這個就改成右移對不對 好 右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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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也是20次 然後也是20次 那這樣他就可以先左邊再右邊 好 那你可以試試看那個上移跟下移 他會往上跑跟往下跑 好 好 我們來試一下 好 當我按例期 有沒有他現在是往左移的 那20次之後 好他就往右移 好 在左移跟右移 好 如果要一直循環呢 就這樣包起來 好 那 剛我們只只顯示到4或5對不對 好所以 他不會算你的字有多少次 所以你要自己算 比如說 我如果要他顯示完畢 的話 應該要450次 好 因為0到9 剛剛只顯示到4嘛 所以我就加倍 加倍 然後再重複執行的話 就可以來來去去一直動作 好 所以他現在就是1 3 4 5 6 7 8 9 9還沒完 所以要再加一些 好 然後就往右邊移 有沒有 然後移完再往左邊移 好 因為我們做了重複執行 好 來換你試一下 好 OK 我們再幾點